这是风系高界魔法 风之意 死了 这法狂的幽浪兽已经死了 是 是你杀了他 你的活自焚骨 根本不可能将他杀死 所以我才弄断了钟乳石 我以为你们死定了 没想到 这个实力跟毒眼魔狼很接近的幽浪兽 竟然被你一个历练生给杀了 张小侯为了救我 受了重伤 先带他去疗伤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应该呀 以幽浪兽的反应和速度 即便这个钟乳石断了 他也能够及时删离开 总教官 我们能先救人吗 小心 太好了 太好了 多亏了总教官及时赶到 不然你俩凶多吉少 对了 那只发狂的幽浪兽呢 在那躺着 死了 什么 死了 老大 你竟然已经赶到了 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召唤兽啊 以你的实力 制服他根本不难 我其实已经来迟了 我其实已经来迟了 总教官 您要是迟了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活下来嘛 难不成 这狼还是他们杀的 确实是他们杀的 准确地说 是莫凡杀了他们 啊 莫凡杀的 怎么可能 他一个历练生 怎么可能杀得了我的幽浪兽 这个是比普通药木还强的召唤兽啊 连一些成年老刀的法师都做不到 展科老大 您就别推卸了 嗯 是啊是啊 连我都不是这幽浪兽的对手 莫凡只是一个学生 不可能 不可能的 莫凡 是你做的吗 确实是我杀的 他想杀我和张小猴 我用伙子打断了重乳石 重乳石刺穿了他身体 不过 我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白羊教官的召唤兽 原来这是一场演练啊 一开始 这确实是演练 但白羊教官的幽浪兽 不受控制了 发狂地对你们开始下杀手 幸好 你将他引到了这洞窟内 否则伤亡的人数会更多 来 确实 小心点 这发狂的幽浪兽 已经对你们有杀心了 你除掉它 也是保护了大家 只是 我的幽浪兽被一个历练生杀了 我的幽浪兽竟然被一个历练生杀了 我的幽浪兽 我的幽浪兽 算了 这也确实够伤心 我的幽浪兽 让他好好哭一会儿吧 这么说 是莫凡救了我们大家 不愧是我们年纪成绩第一的 莫凡你太了不起了 莫凡好勇敢啊 我看到幽浪兽都两腿发软 缺的东西全都忘光了 莫凡在面对幽浪兽的时候 竟然可以冷静地完成魔法新轨 而且用的火焰可是第二级的火资啊 是啊是啊 还以为木白和许昭婷才是最厉害的 原来莫凡比他们还强 没听薛木生老师说吗 连他都打不过这幽浪兽 你们确实应该好好感谢莫凡 避免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但这件事也希望你们明白 若幽浪兽一开始对你们就产生了杀意 你们这些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的人 会是怎样一个下场 而真正的妖魔 是要比幽浪兽凶残冷血的多 确实 你们的表现让我并不是很满意 真正能够面对敌人 而冷静释放魔法的并不多 木白 许昭婷 周敏 张小侯都表现不错 但也仅仅只是拿到一个A 莫凡的评级为S 战空老大 他能够释放出第二级伙子 打伤幽浪兽就该给S了 现在是杀了幽浪兽 您之前不是答应过 表现杰出的会赠予一个防御模具作为奖励吗 我觉得莫凡理应获得 我有说过吗 有 而且由于这次悬赏任务完成了 所有历练生都将获得A的评分 集体通过 都差点问问这件事了 我们所有人都得A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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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出色 毕业后不如跟我混吧 我展空作为这里的头头照你不说 更可以保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 总教官 你是军人还是土匪啊 怎么满嘴的行话 甭管那么多 跟不跟我混啊 我还是做好我的学生吧 不识抬决 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模具啊 你说什么 莫凡 莫凡好厉害 莫凡是厉害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他还藏着什么秘密 我记得幽浪兽尸体旁有一片焦黑的痕迹 难道是 我记得幽浪兽尸体旁一 我记得幽浪兽尸体的族迹 奶奶的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 兄弟们 臭家伙 妖魔胆敢越是人类安切半步 我们军法师就有义务将其斩杀 天鹰法师听令 锁定征骨魔狼 是 是 是 我记得幽浪兽尸体 我记得幽浪兽尸体